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很多人在臉書上我們很重要的問題 他們非常在乎的一個問題就是 我女朋友不是基督徒 我可以跟他交往 或是我的男朋友他沒有信耶穌 我能不能繼續跟他在一起 你知道嗎 所以我們有今天這個很重要的題目 就是能不能和不信主的人交往 你知道嗎 我說什麼根本不重要 因為我只是一個人 就算我是牧師 我也只是一個人 而是聖經 神說什麼才是重點 所以讓我們直接來看聖經經文 請 好 這是哥林多前書七章三十九節 要嫁這在主裡面的人 所以這邊提到嫁當然是姐妹 要嫁給在主耶穌基督裡面信耶穌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嗎 這邊已經提到了 姐妹你要嫁給在耶穌基督裡信耶穌的人 那弟兄呢 聖經上真的有清楚地這樣說嗎 好 這是哥林多前書九章五節 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取信主的姐妹為妻 帶著一同往來 彷彿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並基法一樣嗎 所以這邊是講到保羅跟巴拿巴 他說難道我們沒有權柄取信主的姐妹為妻嗎 所以意思是 他們兩個沒有取信主的姐妹為妻 因為傳福音的關係 可是他間接的見證其餘的使徒和主的弟兄 還留在還是主的使徒的十一位 也許再加馬提亞 還有再加上主的弟兄是雅各跟猶大家 加起來最少有十三個人 他們是取信主的姐妹為妻的 所以你知道這些教會領袖 這些使徒們 這些神所使用的我們的信仰的先賢們 他們都是取信主的姐妹為妻 所以我們有這兩個經緯已經很清楚了 無論是嫁或娶 請娶或嫁在主裡面的人 OK好 所以這邊很清楚講到婚姻的部分 嫁娶的部分 那交往呢 很抱歉 聖經成書是在2000年前 有些部分甚至更久的3000年前 3000多年前 那個年代沒有男女交往 那時候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所以並沒有所謂交往這個概念 在那個年代 好所以既然聖經上沒有說 我並不想要加另外一個規條給你 我們不在律法裡面 我們乃是在恩典裡頭 所以並沒有說你不能夠 跟不信耶穌的人交往 聖經上沒有說你不能夠跟 沒有信耶穌的人有交往 大家彼此認識 甚至於是男女朋友 可是很清楚說要嫁娶基督徒 OK 可是今天題目來了 我們確實看到很多弟兄姐妹 他們因為跟不信耶穌的朋友們在一起 然後慢慢慢慢的自己也好像離棄了信仰 所以你真的要搞清楚 跟你交往的這位女朋友或男朋友 他到底是對你的信仰的態度怎麼樣 你知道一個在主裡面的會因是何等的重要 你知道嗎 信耶穌不是只是一個宗教 而是一個真正以耶穌基督為主的生活形態 所以你想想看光是十一奉獻 如果以後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不是基督徒 他怎麼願意去十一奉獻呢 或者是好 教養孩童的態度 或者是要不要跟父母同住啊 或者是究竟當我們遇到問題的時候 什麼是我們最後的答案是我們首先要考慮的呢 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如果可行你一定不是如果可行 是請你一定要嫁娶基督徒 但是呢交往的部分我們也有很多很棒的例子 說真的那個男生他現在還正在這個現場 那個男生他就是為了追他女朋友才來教會 可是他來教會之後他就後來發現這個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結果他生命開始改變 結果現在他非常的愛主還在屬靈上能夠來保護 來帶領他的太太後來成為傳道人 所以弟兄姊妹也有這樣子的例子 可是也有例子是負面的 就是後來我們的姊妹或弟兄因此而離開 所以我並不想加一條規則給你 可是你要想清楚這個人對你的屬靈生命 是不是真的有幫助 但是如果到嫁威娶的部分 請務必要嫁娶基督徒 好 讓我為你祝福祷告 主耶穌我們謝謝你這麼愛我們與我們在一起 你不是給我們一堆規條規定要我們遵守 你乃是給我們真自由 可是真的自由裡有自由裡面的一個規範一個界限 你幫助我們在你的自由裡面能夠看見你的心意 主耶穌祝福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 特別是也許你的男朋友你的女朋友不是基督徒的 主要給我們勇氣 有些時候是快刀斬亂麻離開這個人 有些時候是繼續來禱告 看見他們來信耶穌 但是當在結婚那一刻 我們就是要嫁娶基督徒 嫁娶那在主裡面的人 祝福每一個人真正的知道基督的福音 真正的認識耶穌基督並他丁十日架 將祷告奉耶穌的名求 阿們